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望栏目即将播出 在山西城新江县西南部有一个望安村 这个村子看似普通 适合很不一般 因为这个村里的村民除了务农以外 还掌握着一门一般人少有的手艺 现在做的就是那个修正器 专门修砂轮的修正器 修正器之所以能够打磨坚硬的砂轮 就是因为在它的前端享有金刚石 在望安村 将近一半的村民都是依靠这样一门手艺来维持生计 金刚石工具的加工成为了家庭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 金刚石还有一个别称 那就是钻石 所以望安村也被周边的村民俗称为钻石村 2011年3月26日 一起盗窃案的发生打破了望安村的平静 早上9点钟的时候 当时这个礼拜天 他给我打了这个110打了个电话 接了个警 说是在洋湾这那块湾村里面发生个保险柜被打案 价值非常大 当时说价值有100多万 一个制作金刚石工具的村庄 居然发生了价值近百万的盗窃案 受害人家中莫非丢了金刚石 说任何人不准进这个湾村 没有我们的允许的话 任何人不准进中心县场 要客户县场 我当时听到孩子 第一个感觉觉得头大了 觉得头大了 我们在现场勘察的时候 在现代社会中 金刚石一般应用在两大领域 一是工业领域 由于金刚石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最坚硬的物质 所以它都广泛的应用于钻头 玻璃刀 磨料的制造上 二是手势领域 金刚石反射光的能力极强 透明的金刚石在光线照射下格外炫彩夺目 镶嵌着金刚石的各种饰品 更是受到女士们的青睐 那么被害人家中为什么会存有如此大量的金刚石呢 金刚石呢 这几年的市场呢 一直涨价的这个局势 就是放在保险柜里边 你不卖就不亏了 不管什么东西 你说要进来亏了 你不卖不就不亏了吗 当它整起来 你再卖 到那个时候活着 就能多转一点点 是啊 很快就轰动了 因为那边这个金刚石产业 在那边就是个主导产业 这些东西丢了以后呢 你最起码你少了一个成本的问题 你没有本钱了 苏晓明是旺安村的村民 从事金刚石加工十多年 在这个村子像苏晓明这样的手艺人 还有很多 百万钻石被盗 对村里的手艺人来说 震动很大 这个东西设施化呢 这个设施化呢 就是我们的设施化 为主的这个东西 值钱的东西 就是这个钻石 别的东西都不值钱 如果这东西偷走的话 我们就啥都没有了 这个倒是能做这种案子 是吧 当时我们好多人在一块 坐下聊的话 说抓住这个盗贼 我狠狠地跟他们 惩罚他 极大的影响了 我们这个钻石行业的生意 发生的公主客 心境发生这么大的道歉 也是必须有 把它侦破掉 给这个老百姓 尤其是做钻石生意的这些生意 是一个腰带吧 满意的大 我给他恨人的派行吗 你要治愈是我吗 你要不派行的话 以后他都取悦掉了 你为了就行了 下定决心 争取把这个案子 这个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破获 那么一方面 有力的震慑犯罪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了 石老板 进股最大限度的 挽回老百姓的经济损失 山西省新匠县万安村 发生了百万盗窃案 负责侦破此案的 新匠县公安局副局长 李杰 对案发村庄的情况 可谓乱数欲心 因为李杰就是万安村人 从小在这个村子长大 自己的家乡 发生钻石盗窃案 李杰的心中 无形中多了一种压力 任何人不准进这个胡同 你们的心情是好的 换你们提供线索 但是没有我们的允许的话 任何人不准进这个县城 要破坏县城 因为外边有脚印 有这些东西 有嫌疑的留下的一些东西 万一人为了破坏了 这位正常工作 会带来一些难度 我的压力是空前的 这边又一座转 随意气方一对转 当然人机有才能转 然后从这个 从这个洞边 那个邻居架的歪墙上 南边这个歪墙上 上到这个受害的架 二楼 二楼这个梅楼经上面 从这个梅楼经上面 挑到这个 从里面这个 里面这个啥 这条这个啥 怎么弄着这楼 这个家的院墙特别高 如果两个人要是大人梯的话 翻的话 不太好翻 咱们在现场很明显看到 没有梯子这些东西 最怕不是从那个桥上 发过来了 你看从那个桥上 发到这 然后从这边 就跳到这 跳到这边以后 你看没法进 然后把这儿 门就给撬开了 你看这儿 还能撬到黑 撬开以后 然后就顺着这个楼梯 然后就下到客厅 下到客厅里面以后 最后从里边 把这个门给打开了 他当时的保险柜 就两个膨胀螺丝 估计在墙上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这个猪人家 受害者 对这个 对他这个东西 比较 比较 比较相信 也用了信 用了四个膨胀螺丝 然后把它钉到那个墙上 非常有的 而且这个保险柜跟墙之间的缝隙非常小 用这个切割机 或者是上轮刀这些东西 要割的话 或者是钢筋钳子剪的话 都勾不着 都塞不进去 我说如果是巨像的话 它下面必然有这个钢筋磨 我手在下面 在地上摸了一下 然后到外边 太阳底下一看 确实有金属粉磨 我们就推断 这个应该是用了 巨弓或者更巨 巨短 由于案发时间在深夜一点左右 受害人一家 已经进入深度睡眠状态 从现场看 受害人家的保险柜 被四根钢钉固定在墙上 就算盗贼将钢钉一一锯断 也会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上面有剪刀 有管钳 有手套 还有盖子 这些东西我们问受害人以后 这些都是受害人家里 当然答 关键还是单打 交刑 心存交刑 而要把重达200斤的保险柜抬走 更非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我的第一印象 他们这个交通工具肯定是一个 摩托车这些肯定是拉不了的 有可能是面包车 或者是小轿车的 小轿车都不太好了 通过现场勘查 技术人员在客厅和楼梯间附近 采集到了大量足迹 咱们通过这个脚印判断至少 有一顺是普通的这个布鞋 就是这种交接鞋 是交接鞋 但是面是布的这个东西 那么第二个呢 从这个作案的手段看 非常熟练 非常老练 案发当天中午11点 新疆县公安局立即召集会议 针对现场遗留的种种痕迹 专案座对窃贼究竟是何人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我说你看既然是撬保险柜的老鼠 那为什么不带这个撬保险柜 我感觉他们并不是就是专门 冲着那个保险柜去的 他们可能是盗窃一些财物 或者是现金之类的 就是误打误撞碰见那个保险 因为他们盗窃的过程中 并没有在家里都得到什么 资钱的东西 所以当时就想把这个保险柜给弄 这个就是墙上那个旁着螺丝 切开的 被聚开的 这个当时咱们下场看它的时候 因为工线不好 那个小大物 因为它那个保险柜 背到那个地方比较一笔 比较一笔 楼梯下面有小方法 并且还有一个门 其实一般人发现不了 比较一笔 是不是熟人做案了 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 持续了有三四个小时 受害人一直没有发现 所以说感觉 这个作案的手法非常老练 专案组对现场提取的指纹和足迹 进行了仔细分析 希望能够找出破案迅速 脚印和指纹都不清晰 也不可能 也不一定完全确定 就是犯罪嫌疑留下的 还有一个就是 现场遭到了破坏 一定程度的破坏 钢具钢条上面 我估计犯罪嫌疑也戴着手套 没有提取下有价值的指纹 到底有没有指纹 这个案子一旦有嫌疑人的话 指纹你对他不承认的话 就可以认定他 但是咱们没有找到指纹 这说明罪犯的这个 反正咱们能力还是比较强 但是这些东西都有认定罪犯 不要说是没有嫌疑对象 就是有嫌疑对象 人家不承认的话 他也认定不了嫌疑 他没有这个 唯一想给确定性 他不像电影音乐指纹那样 这个确定性特别强 办案人员对现场提取的脚印 工具以及相关信息 进行了综合分析 其结果让副局长李杰大失所望 留的一些能够认定 罪犯的唯一想的东西 有价值的线索 基本上没有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现场 也是非常的迷茫 第一个就是敲到保险地的中心县城 在他敲到科技里的中心县城 然后这个门就关了 钻石被盗了嘛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农民呢 这个加工钻石的农民呢 就是说在经济上呢 将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甚至于就是遭受到这个巨大的损失 通过嫌疑人对现场 对在现场作案 手段特别老练 在一个心理状态非常好 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嫌疑人 应该是有前科 由于不排除熟人作案的可能性 中案组决定 在对有闲科的社会人员 进行调查的同时 另一路民警对望安村 进行秘密走访 走访中一位村民提供的线索 引起了副局长礼节的注意 马路对边一个秀三轮的老头 给我们反映了个情况 说这个安法登天的晚上 因为安法登天晚上后半夜 说前半夜十点多的时候 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停在那个路边 那里呢 我十点左右吃饭过来的话 这个路边停了个白切 这点隔着 里头车四个可以 这个路边边隔着 这个车人 他这个发泄车 有没有孩子 里边车那几个人 看着还不怎么样 就不像张家人 这位村民所提供的线索 正好符合了 李洁先前的推断 窃贼很有可能 就是用一辆面包车 将保险柜拉走的 而村民提供的另一条线索 更是让李洁觉得非常可疑 我那个十个人的车 我觉得我看着 就是那厂哥发行的车 肯定白切 这一家卡巴先给现车 其实这个拉车 这辆白色面包车 除了行迹可疑之外 被重新通过漆的特征 也很明显 副局长李洁决定 从新疆县周边的高速收费站入手 对白色面包车展开调查 咱们新疆最近的地方 就是口马的高速路口 在查这个监控路上的时候 发现有一辆面包车 就是当天晚上的后半夜 朝北走了 临飞方向走了 与咱们调查访问中的老头 给咱们提供的下雨的车辆 非常的相似 后来咱们就顺着这个思路 一直往下探查 最后发现这个面包车 这个触口 在临飞里面告诉我们触口 针对这辆可疑的白色面包车 侦察员迅速赶往临飞市 展开大规模的走访调查 四月的临飞气候干燥 不时的又大风天气 李杰和侦察人员 仔细搜寻着每一条街巷 反正没有吃了一杯胡来饭 喝的那个因为天气不太 因为天气有点干 并不是太热 挂的缝 还比较脏 有这个阳沙天气 那个水是凉的 喝的肚子里面是凉的 吃的那个饼子是干的 所以当时那个嗓子都哑了 把那个嘴里面都打泡 经过几天的调查 细心的侦察员 在一间出租屋附近 终于看到了一辆 与监控录像中 非常相似的面包车 所以这时候在那边 出租房屋排查的时候 发现有两个人 两个闲人 开一个白色的面包车 周福夜处 可能也不是嫌疑人 可能也没有结果 可能会白忙活一场 或许跟案子也没有关系 这个都是有可能 但是我们只要是有一些希望 因为我们搞相证 只要发现有嫌疑 只要有线索 有一次希望 我们都要努力 虽然这辆面包车 与监控录像中的极其相似 但是警方仍然没有证据 证明这就是作案车辆 副局长李杰 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这个案子 我当时的决定就说 做了一个决定就说 持久战 这个案子估计要打持久战 我给同志们挂出了一个思想 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心里压力是最大的 心里面是最难熬的 但是咱们一直是 不能放松 尽要都不放 就在此时 身在新疆的受害人崔明阳 突然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电话里那个男的声称 就是说是 他在新疆去文喜的路边 就是发现一个保险柜 发现地上散落一些珠子 还有一些保险单之类的 然后他就像受害人 就是索要一些钱财 那个嫌疑人打电话的时候 他当时是应该是 索要两千块钱 根据受害人崔明阳的描述 连同保险柜一同丢失的金刚石 价值近百万 可是这个打来勒索电话的人 只向崔明阳索要两千元 这让侦察员和崔明阳 都感到很疑惑 我刚开始以为 这个确实 路人识下 捡一下 为什么 因为咱们一往的保险柜案子 给我们那个经验 就是把值钱的东西 全部带走了 不值钱的东西 有可能顺手扔掉什么地方 保险柜也有可能扔掉什么地方 当第一个电话打来的时候 说 这个就是刀嘴 或者说 这是一个 被捡到的一个人 那个时候 没有 没有给我说 我想 不给我说 有不给我说的道理 当时 咱们也不敢确定 他就是嫌疑人 只能说是 他发现了这个保险柜 最起码咱们 在损失上 能挽回一些 所以说 尽量吧 尽量 因为这是一个 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当时我告诉 手法人说 你先稳住他 他要钱 咱们 他要有什么条件 咱们先答应他 咱们 这一个重要线索 不能放过 为了争取一线细放 侦察员决定 让崔明远 向对方指定的账户 转账2000元 随后 立即调取 对方取钱地点的监控录像 电话中的陌生男子 在取到钱之后 说出了保险单 所放的具体地点 我跟受害人 还有几个民警 一同化妆准查 跟受害人 到了文喜 直端的地点 发现没有 可疑情况下 我们对直端地点 进行收查 就在二级路旁的 绿化袋里面 找到了一个包裹 用白素胶带 把这个包裹 打开一个角 让受害人辨认 确实是被到 保险柜里面的 一些账单和保险单 这个保险单 对我的作用呢 都不是很大 没有了可以 我有身份证 保险 在保险公司 在补一份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 第一个打电话的 那个人 能把见到这东西 去证明 他看到了一切 或者说 看到了最少一部分 是真实的 随后的几天内 受害人又陆续 接到了这名陌生男子 打来的电话 你说我要你那个 黑不透球 要你那个东西干啥呢 那你不可能的 我给你 给你 那本来就是你东西 我给你 你不会打钱的 那可能吧 发现这个东西 它不是货 咋想偷大个人的钱来 就没有偷了大个人的钱 他就向那个撬杂来 他说 里面还有那些玻璃扎 就是像玻璃一样的东西 他不懂那个是什么东西 还有那个黑乎乎的东西 他顺便这么带了一句 然后我说 好了 这个东西在他手里 通过那段录音 作为嫌疑人来说 目的是我能获取钱财 他把这个东西看来是销不掉 变不成现钱 没法还 假如咱们打过去这钱以后 人家不给咱们那些监控室的话 那个这个也是 风险也有 此时办案人员早已调取了 陌生男子到银行取钱的监控录像 而负责外围排查的民警 也有了重大突破 发现陌生男子使用的手机号码 是在文喜县的一个联通营业厅注册的 侦察员立即奔赴文喜县进行调查 他这个没有用真实身份证登记 用那个代表点的那个点谱的身份证登记的 当时经这个店主反映的是一个个子不高的外地口音 具体口音他说不清楚 是个外地人 个子不高 瘦瘦的 留个巴子 侦察员调查发现 在受害人向陌生男子的银行账户汇款后的第二天 有人在文喜县城的一家农业银行取走了这笔钱 此时陌生男子的电话号码和取款的监控录像 都指向同一个地点 难道打电话的陌生男子和取钱的是同一个人 办案人员根据联通营业员的描述 与银行监控录像中记录的取钱男子进行比对 认为形象基本一致 他在取钱的时候 咱们看了监控 就跟这个班后的十一根 细心的侦察员还在监控录像中 发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细节 在嫌疑人的身后 停靠着一辆白色面包车 显然与侦察员们 一直在临盆监视的白色面包车 是同一辆车 那个痕迹比较细 因为那个它漏宽五领车 漏宽车的话 它车身内气皮 实际有些脱落 或者就是长期 风吹雨里的话 颜色肯定的发黄 白颜色你选择以后不会那么白 它那个看上去 给你感觉比较细 比较白颜色 经过调查 侦察员了解到 这名小个儿男子 名叫静立患 在3月27日 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二天 与两名同伙一起 住进了林坟瑶都区的出租屋内 此时警方掌握的所有证据 都证明 小个儿男子静立患 有重大作案嫌疑 4月9日上午 新疆警方决定 对小个子男子静立患 力气实施抓捕 最后警方又相继抓获了 与其一伙的静武峰 刘洪斌 和唐立在香坟的乔璐奇 面对警方的审讯 四人对3月26日 实施盗窃保险柜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3月26日晚 由乔璐奇负责 从邻居家的围墙 翻入受害人崔明远家中 从院内将大门打开 其他3人随即进入 实施盗窃 过去以后 不是上墙啊 上墙 他那个踢盖好一点 我扶不动他 最后他把我扶上去 把他钉上 上了墙以后 把墙结去 乔璐奇就是住房 翻墙那个人 年龄不较大 但是翻 每次就是咱们 这个儿子后来还带着 推出后的儿子 每次翻墙都他翻了墙 当时我们进去 拿一个铁 铁过来 铁过来 看那个铁下来 这个铁也铁不下来 铁不下来 那边人家的保险箱边 还放了个钢锯 拿钢锯 把那钢锯拉起来以后 然后 抬出来 四名犯罪嫌疑人 将保险柜排上面包车 运着一个修理厂内 用砂轮刀将保险柜锯开 在取出里面的所有物品后 又将保险柜埋到了离修理厂不远的土坑中 当时我们也不懂那个东西 当时不知道出来以后 也知道说是拽石 他们说是搞拽石 但是光知道拽石 不知道白石灯吃多少钱 最后出来以后 不是我们有一个同来 他到广东去为了一下 为了一下人 要说那个东西不值钱 要说工业 拽石不值钱 所以说那个东西 不值钱 也就没有 一直去那放着 可恨 可怜 很可恨 你说你一个好好的 好好的一个 人们一个生活的一个 好好的一个环境 你把它一切都破坏了 而且搞得人心情很不好 可怜 是他戴上手铐脚铁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黑客 警方对静李焕 静武峰 刘虹斌三人 在林本的出租屋 进行了仔细搜查后 搜出了大量脏物 和一包金刚石 要那个肯定是很象征的呀 这个是除了感激还是感激 就是说大爱不言谢 虽然找到了大量的金刚石 但在副局长李洁新中 却并没有受害人崔明远 那样的喜悦 提取了这一部分东西以后 再跟受害人核实 还是少一部分东西 少一部分什么东西呢 就是那白色的 类似玻璃渣的那些东西 就是金刚石 白色的金刚石 亮的那种 就是首饰上面 像的那种东西 这个也非常困惑 而且困惑了我好长时间 好几天时间 我说应该是最值钱的这一部分 还有这么相当一部分 虽然从这个数量来说不是太多 但是价值非常大 最起码有十几万的 为了最大限度的 找回受害人丢失的金刚石 副局长李洁决定 派一组技术民警 为出租屋 再进行一次彻底的勘查 特别负准认 我都有点心疼 我说啥啥不走了 你们的时间很重要 不要在这个上面花这些时间了 留着时间 还有其他的事情做 他们用来找 他最重要的就是经历 这最大录影 把这个藏物全部 都回来 并且晚后五岁的法文来说 稀稀地过一遍 包括杯子 床蛋 肉子 床下面 吃饺 鸡椒嘎喇 吃饺 然后再重新 稀稀地搜索一遍 都算了 算了 这个是说 我最后 把他们说 算了 咱们不要走了 看上他们太辛苦了 满头大汗 经过犯案人员不懈的努力 反复踪寻之后 散落在地上的金刚石 奇迹般的 闪现在侦察员眼前 比较幸福 确实比较幸福 那种是兴奋 无法表达 尤其是我当时 信心 建训我的这个推断是正确的 这个东西肯定是撒落在地上 就是掉上了一粒的 这个话 也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 这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这不是说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很辛苦的 案件成功破获后 崔明远和万安村钻石协会的会员 用一种传统而图实的方式 向新疆县公安局表达他们的气 最后 这块鞭是出自于很多人的心情 不是出自于我一个人的心情 一个是我同行业的 一个是我们那块在民放很淳朴的那个村中 绝大数群众 他们的意愿 感谢行政县公安局 行政队 确实为人民 办了一下特别 为我们这个行业 特别办了一下很好的事情 我感觉到这是 一方面体现了老百姓 对我们公安机关 公安局的侦查破案的一种认可 另一同 更深层次的认识到 就是说 如果你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服务 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为老百姓 急于老百姓所想 那么老百姓就会真心的拥戴你 三二六百万钻石盗窃案 成功搞破 旺安村村民的生活 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不知不觉中 安全防范 成了街头巷为村民们讨论的话题 像他发动案一会钻石进一会儿 一般的 有的就把缝道门按上 也都按照了个方道 从家里也按照了个建库 一方面是做为我们公安机关的 就是应该加强这种加大巡逻力度 组成这种群防群治力量 构筑一张 自然巡逻的一场大王 对我们老百姓自身来说 要提高自身的自我防护意识 那么老百姓的居民住户容易开窗 要锁好门窗 同时加强老百姓的自我防护 防护意识